好 我們把幾個 各位在用FocusSky的時候 不不不不 S-Mine的時候 比較會用到 我在這邊先跟各位介紹 好 首先你看一下這裡 你看我的那個新制度 它可以一次開啟多個分頁喔 這應該沒問題吧 好 你看一下我在這邊 你看 這個是我的原始檔案 2013年的時候的原始檔案 所以我就給你看 我都 隨時變變的啊 你看 有沒有很亂 你看 這裡一個那裡一個 哇 有想到就增加嘛 因為其實有時候靈感 不是 整理資料不是說坐在電腦前面整理資料 有時候就啊 突然就想到 你是不是可以記錄下來 再把它補充進去 所以我這邊事實上都有很多 就是已經累積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要給你的時候 我都會整理好有沒有 還沒有 1 2 3 4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 先來看怎麼加入那個 1 2 3 4 按右鍵 插入這個圖標 有沒有 任務優先等級 還有其他表情 還有這個 任務的進度 這就可以加進來 當然圖示不算很多啦 可是至少就是 你需要這些符號的時候 總是可以 看得稍微清楚一點嘛 好 OK 所以如果你是用這一種的 你就 比如說我是那種 任務的 按一下 有沒有這都自動加進來了 就點 繼續 加進去 這樣就好了 那 這個呢 如果你弄錯了 點到它 有沒有就可以直接切換 可以像這樣子 這是第1個 第2個 我們剛剛講的 文字換行 你看我在這邊 如果你直接按Enter 是不是就表示結束了 那怎麼換行 你看我其他的 我們家都有換行喔 有看到了齁 所以呢 知道哪一個快速鍵了嗎 蛤 這樣嗎 你在Word裡面 強迫換行 是什麼 對啊 按Enter是不是這個 Shift加Enter是不是這個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換行 我也知道換行啊 不一樣 這個 是強迫換行 這個叫做什麼 段落符號 你用這個 雖然我是換行 可是代表是同一段的 按Enter是屬於不同段落 好所以 你在我們的 Xmine裡面 你就是 Shift加Enter 你就可以換了 那當然對齊的方式 就由這邊來 這樣沒問題吧 所以這樣是不是自動對齊 這樣OK齁 所以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是插入這一種的 一個是這個 那如果你 用的是什麼 我在這邊有這種圖片的 有沒有 你也可以啊 你找到一張圖 你先複製看看 好比如說我們在這裡 圖圖圖圖 在哪裡呢 好找到一張 好這裡有一張圖 你可以先複製一下 你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 在這邊 假設我在這個 我把它貼進來 你看 有沒有貼進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貼進來是黑色的嗎 明明剛剛這邊看起來白的喔 有沒有一種被呼嚨的感覺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一張 是PNG透明的 可是為什麼進去是黑色的 因為 微軟的剪貼布 一點都不蒸氣 你如果 不是在Office裡面的話 Office可以喔 透明度會帶進去喔 可是如果你不是Office的軟體 我們現在不是用微軟的對不對 自動忽略透明度 它會給你白色或黑色 這樣了解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這樣圖 你就只好把它存下來再插進去 這樣清楚了齁 如果你一定要一樣的話 好 那這個我就不做了齁 所以你插入圖片 如果要放在裡面可不可以啊 丟進來啊 因為我平常貼上會變成下一層嘛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點到它Delete 我就把它放在它下面 大小自己調整一下 這樣沒問題吧 好 另外一個 超連結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插入超連結 這樣也要齁 這樣就可以連結出去了 但是注意一下喔 連結有沒有 規定一定要是 網頁 沒有 你不要忘記了 我剛剛這裡有沒有很多頁簽 可不可以點了之後跳過去 可以的 就是同一個 新制圖檔案裡面我可以跳來跳去的 這個齁 我以這邊來給各位做個說明 按右鍵 插入超連結 你就會比較清楚啦 有沒有看到主題 而且不一定要跳到第一個 我可以跳到這邊啦 或者跳到裡面啦 了解那個概念了 那當然你 連結某一個檔案也可以啦 連結某一個 比如說我有一個那個 Word檔啊 簡報檔啊 我點了就連過去 這樣也OK 所以它有三種類型 好 那這個又講完了 我們再往下 超連結也會了 插入圖片也會了 這個也會了 還有什麼 會用到 啊 跟這個都沒有關係的 會用到 什麼意思喔 來你看一下我這裡就知道了 你看我的原始資料 正常的 正常的我們當然就是跟這個主題相關的 我是放進來 可是有時候 偶爾也會 天馬行空 然後呢 突然想到什麼 可是它現在不屬於任何一個 我其他一個東西的 對吧 你有任何靈感都可以記錄下來啊 搞不好 那個靈感 我現在記錄下來 可是我等到後面的時候 啊對齁 這個你放到哪裡 補充進來了 有靈感 你要記得 靈光一現的時候 那種時間通常沒有很久 很容易忘記嘛對不對 所以呢 把它記錄下來是好的 所以這個在我們的 S-Mine裡面稱作什麼 浮動主題 浮動主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 浮動主題怎麼增加 平常我們剛剛不是都是按Lentor啦 或Tab嘛 啊這裡你就怎樣 有沒有這樣就浮動主題 點兩下就好 你把它想 這一張紙 無限大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S-Mine那個Focus Guide一樣 無限大啊 你喜歡放哪裡就放哪裡啊 隨便你啦 但是你丟過來它會吸進去喔 有沒有 啊如果真的要丟過來 要那麼近 又不想被吸入怎麼辦 偷偷按一個東西 你有沒有覺得我靠得很近了 你看我放開 有沒有會被吸住 你知道我按哪一個嗎 空白鍵旁邊那一個 Alt啊 也就是說你在拖曳的過程按住Alt 它浮動主題就不會被吸進去 如果你沒有按 只要一靠近它是不是就被吸進去了 好所以浮動主題 很多時候我也會像這樣增加進來 因為有時候就想到嘛 那最後一個 再加上什麼 剛剛我們不是看到很多頁簽嗎 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叫做新增頁面 今天如果你覺得啊這個主題現在太複雜了 我想 親近一點 有沒有增加一個跑出來 點兩下 可貴命名 當然可以啊 你要回去就自己回家就好了 這樣子就更靈活一點了 OK 所以你看我們 S-Mine 你稍微這樣用一下 是不是就覺得說 對你的 規劃的最原始的那個想法 會有幫助 會有幫助 那你存檔的時候就看你了 比如說這邊存檔 他就問你 請問你存檔的時候要放在雲端還是在自己的電腦 你說在雲端就是你下次登錄雲端 那他就幫你同步 如果自己的電腦 自己解決 呵呵呵 就自己帶 OK 來發片還給你